大家好,我是爱迪生 那这一个月以来 我在评论跟私信收到最多的问题 有两个问题 一就是22赛季到底什么时候开 第二,22赛季玩什么职业比较好 那我现在终于可以回答你了 22赛季11月20号开 美国时间,美国时间 那22赛季到底玩什么好呢 我接下来就告诉你 我从我自己的角度出发 给大家做一个22赛季全职业的一个我的看法吧 那仅仅是我个人的意见 我会结合不同流派 不同职业的速刷能力 充成能力 装备门槛跟休闲程度 来做一个综合的评断 也给大家总结一下吧 首先,22赛季职业综合排名第7名 乌一 尽管我对乌一爱的生成 但爱迪生对暴雪这次乌一的更改 非常的不满意 甚至有点生气 虽然可以激生机 但是伤害依旧太低 机的数量又太少 爆炸范围又太小 到头来 生之机 你还不如生块叉烧 所以我在这里给出速刷能力 两颗星 充成方面 熊瞎子就不要考虑了 还是要看混蛋流 新赛季有第四萃取 所以老中医可以手拿炸之机 伤害跟坚韧都提升 要滴滴 充层能力三颗星 装备门槛的话 22赛季送这个蒙杜弩骨套 基本上你速刷充层都用这一套的 那么比较坑的部位呢 在戒指跟副手 大家要注意一下 装备门槛呢是比较中等 对非洲人还算友好 最后休闲程度 我只能给两颗星 大家可以看我之前的影片 我吐槽太多就不说了 所以新赛季 我觉得巫医那是不太适合中老年人的 那么韩神医你要加油了 我总觉得你一个人撑起了一整个流派 然后综合排名第六名 我给法师 速刷能力跟巫医一样 两颗星了 法师腿短没什么好说的 这次增强着引导风啊引导蛇 都是跑不快的 充层能力三颗星 大家可以看我法师能量旋风的这个视频 其实中层慢刷能力还不错 就是可能极限充层的比较差一点意思 但是如果你会卡风的话 在极限赌徒赌怪的情况下 可能会有很大的潜力 但是我也不推荐你去试 太反人类 装备门槛呢 我觉得是中等偏高 赛季送这个提风套 多头蛇玩法可以直接走起 但是武器副手护腕腰带这些部位 都是要赌这个特效百分比 就比较坑了 加上如果你想转型玩这个散剑玩法 装备门槛就更高一些 那么我不建议首发职业是玩法师 休闲程度三颗星 其实呢不管是风还是蛇 休闲玩法我觉得还是OK的 比较适合110到115层这种慢刷玩法 就不要去比那些速刷 第五名 野蛮人 速刷能力我给四颗星 旋风蛮没什么好说的嘛 就是因为伤害比较低了 所以我扣了一颗星 冲程能力三颗星 鉴于22赛季野蛮人呢 没有增强什么东西 而且四翠曲对于蛮子提升也没有很大 所以单人冲程能力我认为就一般般 装备门槛的话 22赛季野蛮人呢 送这个90蛮一套 这套玩法呢 在新赛季也是表现平平的 所以想转成旋风展的朋友们呢 还要多花点时间打一下 好在旋风蛮 整体的装备门槛不高 应该不会花太多的材料了 休闲程度四颗星的 一个荒原套打天下 大蜜小蜜悬赏通吃 操作又简单 而且你还有新版地震刀 视觉效果跟打击感都非常好 非常适合生活压力大的中年老 第四名 圣教军 没话说了 本来是第一的 你砍到这个鬼样子也不能怪我 速刷能力 三颗星 因为加强了战马套 所以跑马天拳速刷增强了不少 按道理我应该给到四颗星了 为什么我扣掉一颗呢 就因为玩过天拳的人都知道 那不是一般的闪瞎 分分钟青光眼连妈都不认识 大家可以看我之前的影片介绍 所以下赛季想玩圣教军的呢 趁着双十一赶紧买副墨镜了 充层能力四颗星 尽管荆棘套是被砍了 但是依旧还是有希望 再加上本来强度就不错的这个三光 有了战马套跟四萃取之后 二十二赛季圣教军的冲层能力 依旧是保持前三名 装备门槛的话要看的 如果你是要玩这个荆棘火炮流 那简直就是反人类 但是天拳跟三光呢就比较简单了 赛季旅程结束直接送着勇气套 能速刷也能冲层 而且羽毛盾啊 要挟必败啊 直接之前的坑啊 都可以直接萃取 就非常爽 而且你玩三光的话 战马套毕业呢 也算比较容易 休闲程度 我只能给两颗星 天拳速刷呢 虽然还算比较快 但是呢 手又累眼又瞎 三光慢刷也是一样的了 打击感是一般般的 你每喷一下 对视网膜都是一种考验 荆棘火炮就更没有什么打击手感 玩过PTR应该都有这种感觉吧 砍之前你起码伤害够高啊 我秒个精英还有些快感 砍完之后 你伤害又不够高 视觉效果也没有 操作也累人 中老年玩家慎重 慎重 第三名 五僧 五僧能排到第三 你们不要诧异 速刷能力这就不多说了 五颗星 可以看我之前速刷大赛的影片 冲层能力四颗星 神龙拳套的加强啊 使得正义冰冲 有了非常大的爆发力 但是对于操作要求是比较高 我上次影片里有提到过 你想要打出高伤害 要同时触发好几个特效 得经过大量的练习 装备门槛的话 22赛季送正义套 直接就起飞 四萃取开放的 我们就可以直接把流云桥给萃取了 也避免了个大坑 对不对 对非洲人的相对是比较友好 休闲程度四颗星 就是因为中高层 这个操作难度呢 是比较高的 所以在休闲程度上面 我扣了一颗星 第二名 寿莫猎人 速刷能力五颗星 我不必多说了 不管是追事件 还是火多虫 速刷表现都一流 冲层能力四颗星 新赛季没有削弱 就是最大的增强 第四萃取呢 可以上这个残饮戒指 或者上这个引导肩膀 都相当的不错 装备门槛 22赛季呢 送恐惧套 直接就起飞了 但是箭带 武器 腰带 护腕 项链 你翻开来看一下这个吊牌 只要是正版的 都写着Made in欧洲 休闲程度的话 五颗星 不管速刷还是冲层 操作都相当的简单 第一名 死灵法师 速刷能力五颗星 这骨毛速刷呢 虽然比DH的冰吞呢 比武增的电冲啊 都要慢一些 但是别忘了 还有散魂 22赛季的散魂 因为有第四萃取提升也不少 加上骨毛的这个中高层速刷能力 也非常不错 110层以上 骨毛的速刷应该比冰吞还要强 所以速刷我给到五星好评 冲层能力五颗星 圣教军被砍了之后呢 骨毛的冲层强度 应该就是排第一的 毒骨毛配上这个高范围上 爆发能力相当恐怖 而且杀王的表现也不错 你比起21赛季 那个毒连刀刮杀的体验 那真的是好太多了 装备门槛 22赛季呢 送这个燃烧舞会套 骨毛直接就起飞 装备词坠也相当友好 基本上暴击暴伤范围上就可以 新装备 骨毛护腕也相当容易毕业 基本上没什么特别大的坑 我PDR完了这么点时间 就打到三个毕业的骨毛护腕 你说简单不简单 如果你真的说要有坑的话呢 可能就是这个鬼灵项链 跟这个轮回镰刀 要花点这个材料去重铸一下 那休闲程度的话 四颗星 整体操作难度是不难的 但是相比起转转家族的话呢 这个操作还是稍微繁琐了一点点的 充成的话呢 主要掌握好元素界的循环就可以了 好吧 那么以上就是我对各个职业一个简单的一个评价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那至于22赛季这个赛季主题暗影分身 目前是没有更多的测试出来了 好像除了开荒跟低巅峰的时候可以帮下你 其他时候我觉得它存在感是比较低的 总而言之呢 22赛季我想最热门的职业就是死灵法师了 如果你之前玩腻了转转家族 第二职业我推荐你玩圣教军或者法师 会有很不一样的游戏体验 如果只是说你追求一个功能齐全 又快又简单的职业 那五星跟DH呢 都是很不错的第二职业选择 刷材料呢 效率无敌 而且你随时转型辅助啊 可以去混加高层点点宝石 对不对 那今天的影片就先到这里 希望可以帮到大家 谢谢